我覺得韓國瑜市長先不講別的 光講為了國民黨他就立了一個大功 因為他拆掉了這個炸彈 因為那個場合對國民黨絕對不會是加分的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在當時 其實我相信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我認為他很了不起的是在那個時刻下 他扛住了那個壓力 那麼他對國民黨避掉了一個很大的雷 我認為韓國瑜市長在那個時刻做了這件事情 證明了一件事 過去我在立法院14年 我們也從來沒有見過 在常會期間開零食會這樣的一個慣例 所以亮哥剛才講得非常清楚 在這個時刻如果召開零食會 你違反了立法院過去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更是有違憲的問題 那我也並不清楚我們國民黨黨團 當時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境下 提出零食會的 因為我回去查了一下當時的新聞 應該是在農曆年前吧 我們黨團的幹部面對媒體的時候 說出了零食會這三個字 那也許是如同傅昆琦總召說的 是因為當時這個黨團幕僚 所提供的這個談話稿 或者一些相關的這個背景資料有問題 那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先不講別的 光講為了國民黨他就立了一個大功 因為他拆掉了這個炸彈 大家想一想亮哥最清楚了 如果要今天韓國瑜市長真的去召開了一個朝野協商 然後呢討論要不要開零食會 亮哥可以想得很清楚 柯建民會在那個場合怎麼羞辱我們國民黨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現在的朝野協商是全部攤開在陽光下的 有國會頻道大家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們會在公眾情況之下被徹底打臉 而且附軍其實個性也很衝 就會衝出去 所以那個場合對國民黨絕對不會是加分的 那你會讓人家覺得我們國民黨怎麼樣 變成拿了52席加上5黨及54席 我們連憲法的基本規定都沒有搞懂嘛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在當時其實我相信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你身為國民黨支持的院長 你在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國民黨內一定有人對你有意見 可是我認為他很了不起的是在那個時刻下他扛住了那個壓力 他沒有因為說我是國民黨我是國民黨支持的 所以國民黨的就算有問題我都要硬挺到底 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麼他對國民黨避掉了一個很大的雷 那麼至少這件事情在現階段看起來 造成這個國民黨的衝擊是有限的 那麼對國民黨的傷害也是有限的 那而且我認為韓國瑜市長在那個時刻做了這件事情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國民黨支持出來的院長 在議事程序上我們是秉公來這個行使權利 我們不是民進黨 我們不是支持一個院長出來 我們就可以這個民進黨不管是非對錯都挺到底的 我們不是 我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 而且他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也顧全了國民黨的顏面 我想剛才亮哥也都提到了 就是說他事實上並沒有做過多的發言 坦白講如果今天他讓立法院的議事處 把立法院議事處對於要不要開臨時會 這件事情的這個相關的評估的這個報告 丟出來的話 那才是真正打點到我們國民黨了 或者是他今天如果讓周萬來出來講 那麼這對國民黨來說也是很大的傷害 可是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院長跟這個秘書長他們都選擇了沉默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快的平息下來了 那麼就如同亮哥講的 我們都認識周萬來好長一段時間 我們都還沒有進立法院大概周萬來就在那裡了吧 我覺得周萬來就是一個在立法院待很久很久很久的人 所以他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非常鮮熟 我都還記得那個時候在陳水扁擔任總統 我們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王金平擔任院長 然後面對了很多議事的攻防 那麼都是周萬來提供了很多這個很睿智的建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韓市長得到了周萬來的幫助 那麼未來至少在處理議事程序上 那他絕對不會行差他錯的 那麼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韓市長在接下來要面對的立法院的過程裡頭 也如同亮哥講的嘛 因為其實除非有很大的政治爭議 否則院長就是坐在那裡做公道博的角色 就是說你就是大家坐在這邊 這個各朝野黨團各自表達意見 然後表達意見完之後 院長來做個財事看能不能達成共識 如果有衝突院長就想辦法把這個衝突化解 大家休息一下出去喘口氣回來再繼續討論 這是院長的職責 那他只要在執行這個院長職權的時候 他秉公處理 相信就算接下來他在立法院裡頭 斥責不適當的官員 進行反質詢的時候 民進黨也無話可說了 因為我們是用同一把尺在處理這個院長的職權 我們沒有包庇國民黨 但是同樣的我們也不會縱容民進黨 那麼所以接下來這個 我相信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恐怕態度跟過去這8年來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至於說 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臨時會要不要開的問題 或者是要不要做專案報告 我覺得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之所以這個韓院長會做這個處理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知道下禮拜二就開議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朝野協商 三天前要發開會通知 從昨天開始發開會通知 開朝野協商是禮拜一 那禮拜一開完朝野協商 當天開臨時會好不好 就假設真的有臨時會 或者真的有一個什麼專案報告 當天做距離開議就差一天 這個意義並不大 就如果今天中間距離我們開議期 隔了兩週隔了一個月 那麼針對食安的重大事件 我們的確有必要在這個過程當中做專案報告 可是如果你只差一天 那麼有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刻勞失動眾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頭 這個社會大眾對於要不要開臨時會 或者是要不要做專案報告 沒有給予太過度的這個討論的原因 因為時間就到了 那你至於說陳建仁講說 到底過去八年進步了多少 我覺得陳建仁就是走夜路吹口哨 陳建仁真的也就是在說瞎話 我們現在從現在開始回溯過去八年 我們這過去八年 台灣民眾的食安犧牲了多少 我們犧牲了美牛 我們犧牲了美竹 我們犧牲了日本核石 接下來還有日本的核廢水 那還不要講別的 光講這幾樣還不要講說民進黨去搞來的 這麼飄洋過海的臭雞蛋 這件事情就先放到一邊了 光這幾件事情民進黨講得出來 還有臉告訴我們說 這個八年來台灣的食安有長足的進步嗎 所以接下來這個陳建仁的謊言 我相信會在這個食安的專案報告裡頭 被在野黨的立委一一戳破的 到時候大家就等著看陳建仁被打臉 大小小姐 不開玩笑 不開玩笑 成功 那才是大小姐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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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成功 成功 兩位院長今天心情如何呢? 院長中文復駕請說會動工 一切,要先拍照嗎? 打開這張照片 請問一下好不好 打開這張照片 不要有喔 打開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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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照片 中間 香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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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